以后我的公司还得指望你呢 你们简直太过费了 林一龙没有暴露身份之前 你们就欺负他 看不起他 现在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你们这些人又开始算计他 简直是太过费了 哎 应许 这么一家人这么说两家话呢 林一龙那么大的总裁 他不会计较这些小事的 是吧一龙 成母觉得我娶应许 该得多少吧 哎哟 喊什么丑罗 喊妈 不过 你要做我女婿了 应许 我也不能白养 这彩礼呢 拿一千万 给我儿子再开个公司 不过吧 对呀妈 这对内服来说 这小意思 一千万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呀 当然了 那我要点彩礼怎么了 一龙 你会给的是吧 我林一龙 不会再给你们母子一分钱 之前给的两百万 就当是我的失识了 你们好自为之 还有 不许再找应许的麻烦 如果的话 我一定对你们两位不客气 你 你怎么会是倦言 林一龙 你怎么这么扣呢 给我这种忙了 你小心 小心什么 我告诉你 我林一龙可不是好惹的 如果再纠缠下去 我让你们两个变成乞丐 哎呀妈 不能把这玩意了 哎呦 林一龙 我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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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敢了 这个家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林一龙 今天谢谢你 出手帮我 英雪 别客气 大家都是老同学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喂 小牙 林一龙 我妈说了 没有一百万彩礼 你别想娶我 我们分手吧 一百万 我可以 喂 喂 小牙 喂 张秘书 给我准备 珠宝首饰和黄金 送到刘家 我要向刘家证明 我林一龙 可以给刘小牙幸福 是 董事长 我这就去安排 到时候 也抽签黑卡 即可验收 我们家工啊 不愧是林氏鸡团的少爷 比那个林一龙啊 抽松包子的强一千倍 妈 小牙 我的心意 你还不明白吗 家董 你会给我买名牌包包 名牌首饰 和名牌衣服吗 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包括阿姨说的 一百万彩礼 哎哟 家董啊 就是懂事 小牙 一龙 你来干什么 小牙 这就是你那个 卖包子的臭男友啊 我说在空气中 怎么散发着一种包子味 你是谁 别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 你个臭松包子的 别拿你当手动啊 林一龙 谁是你的女朋友 我警告你 不要对我女儿死缠缠打了 小牙 已经决定跟你分手了 分手 不 小牙 我现在有能力给你想要的一切 我会给你幸福的 你给我女儿幸福 你拿什么给我女儿幸福啊 我告诉你 只有像林少爷这样的 才能配得上我女儿 你呀 还是给我滚出城镜 阿姨 我现在真的有能力了 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 我要娶小牙 娶小牙 你拿什么娶小牙 我说过了 你给我一百万的彩礼 才能娶我们小牙 不就是一百万彩礼吗 我能给 一龙 你就是个卖包子的 怎么能拿出一百万呢 小牙 你要相信我 哼 一个臭卖包子的 恐怕你一辈子也赚不了一百万吧 小牙 只要你立刻 和林一龙分手 这一百万彩礼 我立刻奉上 我 他一个卖包子的 有什么前途啊 能给你什么 小牙 我现在有钱了 我是个富二代 我是你个臭卖包子的 还在这给我吹牛呢 小牙该了你 是土你山上包的味重啊 还是土你穷得叮当响 连半毛钱都没有啊 男人活成你这样 真给男人丢脸 哟 你还敢还手 我再说一遍 我现在有钱了 我能给他想要的生活了 小牙 这一次 我一定疯疯狂狂的娶你 一龙 行了 别吹牛了 快走吧 我 小牙 我准备的彩礼 一会儿就到 你相信我呀 够了 林一龙 你几斤几粮 我还不知道吗 赶紧走吧 别在这儿丢人了 奉林先生之命啊 送刘小姐黄金三十六 珠宝首饰十件 请林先生过目 哎呀 家东啊 你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说要彩礼 这彩礼就到了 哎哟 你看这链子 这 这元宝 小牙 你可掉到腹窝里了 我没卷逼彩礼啊 难道是我爸 知道我今天在留家 特意帮我安排 让我报到没人归 家东 你怎么提前把彩礼 都准备好了 人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真讨厌 小牙 这 都不算什么 只要你答应 跟我自己一起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林家东 你要脸吗 你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这是你送的 不是我准备的 难道是你这个卖包子的 穷鬼准备的不成 没错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给小牙准备的彩礼 马上就到 这就是我给小牙准备的彩礼 林一龙 你不会听别人说 林家大少爷 你去冒充吧 不是所有姓林的 都这么金贵 你这个林 可不能和我相提并论呀 明明是你贸任 哈哈哈哈 你说你就是一个臭卖包子的 你上哪弄这一百万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现在已经有钱了 阿姨 小牙 你说啊 怎么还有这种不要脸的人 不要脸的人明明是你 一百万对我这种富家大少爷来讲 算不了什么 但是 你 十辈子都胆不足 你 这彩礼明明是我给小牙准备的 懒得给你废话 哎 好脸的 我就是林家大少爷 把礼物给我就行 这彩礼需要林少爷亲自验收 请问哪位是林少爷 你们这些不着眼的东西 看看他 浑身散发着包子味的穷鬼 再看看我 穿肩带银的 哪个是林少爷 不是非常明显吗 把东西给我吧 不好意思 既然有两位林少爷 那就请出示象征身份的黑卡 谁有黑卡 谁就是真正的林少爷 怎么样林家东 你有黑卡吗 哼 我可是临时低产的 堂堂正正的大少爷 我会没有啊 哎 加东啊 赶紧掏出来 让他看看 哼 这个穷小子 还敢挑衅你 阿姨 我帮我带来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卡 真正的黑卡 在我这儿 尊贵的林少爷 这是您吩咐准备的礼品 请您查收 一龙 你怎么会 小雅 我现在是富二代了 我能够给你幸福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的黑卡 就有这样的烫金花尾 一定是这个卖包子 透露我的黑卡 你别胡说八道 这是我的卡 小雅 你别被这个冲龟给骗了 他就是一个臭卖包子的 怎么会是富二代呢 我 哎 女儿啊 家东说得对 你可别让他 花言巧语给骗了 他就是个穷鬼 李一龙 我们分手吧 小雅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怎么相信你 我可不会嫁给一个穷光蛋 靠卖包子为生的人 从现在起 家东就是我男朋友 我和小雅 两情相怨 他早就想和你分手 和我在一起了 只不过他善良 不好意思开口而已 小雅 你 好 刘小雅 我一直想娶你为妻 没想到 你给我戴绿帽子 你能给我什么 我想要过好日子 想要背名牌包包 想戴名牌首饰 这些你能给得起吗 家东能给我 没想到 你竟然是一个这么势力的女人 李一龙 我要是你 我早就管蛋了 好歹给自己留着男人的钻研 何必在这里撕缠烂打呢 哼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哈哈哈哈 你一个卖包子的 能拿我卖怎么样 难不成 你有包子打我们 哈哈哈哈 行了李一龙 赶紧滚吧 以后啊 给我们小雅 桥归桥 录录录 行 我走可以 但是这些彩礼 我要全数收回 刘小雅 你不配拥有 哈哈 你敢欠我女儿女婿的东西 哼 这些彩礼本来就是我的 李一龙 你还当别的上脸呢 小心 我要包子那老板 撑了你 少用你的脏手碰我 啊 我今天 我就会退你了 你能怎么办 林家栋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张秘书 给我收购临时地产 我要让林家栋破产 还在这给我演呢 你护谁呢 李一龙 你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吗 还秘书 你一个臭卖包子的 哪来的秘书 刘小雅 你一定会后悔的 哼 我们小雅才不会后悔呢 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你惹了我们家女婿 有你好看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 谁让谁好看了 哟 林一龙 给你脸了是吧 赶紧给我道歉 不然 你别想在北城坏了 好看 该道歉的是你 看我不打死你 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就不姓林 我接我电话 我的兄弟 喂 逆子 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们林家 怎么会得罪北城第一财团 林氏集团 现在我们家被收购 马上就要破产了 破产 怎么会是 别喊我爸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爸 喂 喂 我说过 你会付出代价的 这 就是你的代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